在成都平原西部 距成都中心城区30公里 有一座至今哈4300年历史的古城 而总归汤宋历史上两位大诗人 汪伯和陆右 都称为这座古城歇斯作词 那具汤代诗人汪伯的 海瑞称之际天涯若碧林 驾驭辅销的诗句 就出自他的宋杜少傅之人苏州 宋朝威大的诗人陆右 就更是直接表达了对这个地方的赞美 江湖时事欲联盟 七行人间有苏州 汤宋两位大家不约而同 在诗词中提及的苏州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冲州市 如今的冲州市已是 总归优秀的旅游城市 冲州有许许多多殖民的京区 深守成都以及周边老百姓的西埃 冲州目前有六处 各家十业级京区 而其中有三座相邻的古镇 相距不到四公里 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 这些是成都周边最流的 古镇金山区 它们分别是盖子古镇 冲通古镇或花园园古镇 这三座相邻的古镇 不仅在四川乃至圈贵范围 这种同辈品位 各家设计京区 而且三座古镇 都朝千年历史的古镇群落 却是非常罕见的 在这三座朝千岁的古镇之中 盖子古镇 以起优越的地理位置 山清水秀 江湖综合的自然风貌 古老民居商业繁荣的 古镇金像 而文明权贵 盖子古镇最大的优势在于 古镇连接青城山 接壤独江岩 这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京区 权贵国地的游客 在游玩独江岩 青城山之后 都会宣责到盖子镇一游 据通缉 盖子古镇在今年春节期间 累计接待18万人次 高居成都市A级京区 接待有可量的总和排名第一 在成都周边众多的10A级 古镇中号更是独占凹头 可以说每逢接日打架 盖子古镇早已是成都使命 加起最理想 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那么曾经身在贵中无人知的 盖子古镇 凭啥子那么好 为什么那么红 不命这一 一命惊天下 那么盖子古镇到底有多红 有多祸 我们先来见证一下 他头上的光环吧 总归最佳康阳圣地 成都小地江 川西最美水乡 青城后花园 西南周庄 遗传第一天 这些美名积于余生 盖子古镇之所以那么受欢迎 首先得于古镇的 一流的自然风景 盖子古镇北靠冯岐山 并于青城山连接 自然风光第二天渡厚 古镇的东北面 由于渡江沿街让 明江直流 维江流经盖子镇口 形成一处鼻探 当地人取了一个 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龙探 宁有甘利河 应许进入古镇 形成水载 结上穿行 结在水中相伴的独特云文 每到夏季 这片水雨 是古镇最受欢迎 最热闹的地方 更是孩子们和家人们 打水掌洗水的快乐天堂 每天这里都是人生顶飞 欢声笑语 是夏天那亮的绝好地方 横跨渭江河上 有一座雄伟霸气的浪桥 锐龙桥 事件于 清家庆点间 历史上多次被洪水 冲垮又冲建 站在锐龙桥上 这里是冠山上水的最佳之处 冤山静水 青山面梗 乘乱跌涨 苍脸江水不断 青山垂绿不腿 在青山绿水环保之中 整整凉风迎面吹来 是肖下 艺术的难得之处 难怪浪桥两车 坐满了游客 再次拉亮 休息 关静 非常之相守 冬季到来之时 浪桥之上 还能看到 微卧的这个雪山 呈现出一片 悲规的风光 盖子古镇出了 绝佳的自然美景 这里还沉淀着 悠久的历史文化 还有著名的历史人物 和古镇的古舍古乡 盖子古镇人文回锤 这里又一 近代光年餐员 为中心罕见的 三十二座 疗愈古籍 还有古镇人 应有为傲的 本地著名唐代诗人 唐秋古居 还有宋代农民器 军领袖 王晓波一致 全政各种历史文物 估计多大二十余处 而在众多历史文化元素中 盖子的古锡态 又是古镇中 保留下来最大的亮点 每逢周末 或节假日 盖子古镇的古锡态 必会上演 传统经典的传剧 老剧目 而古锡态 又正处于老街中央 所以众多的 传统密和全国国地的 游客纷纷再次 抛上一副盖弯叉 元素 群山欺负 尽处 相差人生 那感觉 那滋味简直不白了 盖子古镇的布局 是以江城为 中心的六条 竹盖布局 古建筑群分布在 六点八万平方米的 这个区域里 一两天你都是看不完 走不近的 这些以川西风格为主的 加上一些 欧式元素的古建筑 绝大多数都是 明清建筑为主 分布在 渭江和 凤其山脚下 在高处 观古镇一直派开 远山其腹 唯唯壮壮观 其中 古镇标志性建筑 秦岛光链间所建的 十五米高的 智库塔 成为古镇一道 亮丽的景观 由于盖子古镇 地处 冲州市境内 古镇的餐饮文化 特别发达 杂杂面 旺鸡肉 天猪汤鸡片 汤马饼 叶尔巴 冬糕 豆腐链子 等等 在这里 这些冲州的地方 美食 应有尽有 盖子古镇的 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于成都周边 其他殖民的古镇相比 更能够留住幽客 除了很多 一直有的这个幽客 在此短暂 幽浪以外 还有一大批 被这里 散散碎碎 独特的古镇 红毛吸引 仓族的人群 他们中有 书法家 画家 作家 诗人 摄影人 媒体人 等等 昌恋在此 各种英居的生活 享受大自然的馈证 在宁静之中 书法情感 各种 简单 自然而快乐的生活 另外 盖子孤镇 给前来旅游的这个朋友 还有一个最大的惊喜就是 不仅整个盖子孤镇 不收门票 免费旅游 孤镇还特别为 喜欢登山的朋友 专门开辟出一处 登山旅游线路 区名叫康岛 一味健康之道 让人兴奋的时候 康岛不仅精彩一人 又山又碎又人家 山上风景十分美丽 而这处经典 居然也是免费旅 从而吸引了许多 成都和崇州的使命 每周都专程到此一游 今天正好是归请大家 我在这里为全贵国地的朋友们 推荐充州美丽的盖子孤镇 十里桃花 代价的年华 风光的珍珠 万金头发 檀香浮光 雨捉弄青纱 空流一盏 雅色的心肠 倘若我心中的深水 你眼中都看到 我便一步一连花祈祷 暂至那浮生一片草 岁月岁人老 风月花鸟一笑 雨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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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捕中小红色 站下找一位 我们讨论这最终的铁铁铁 areas 照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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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龙泉山美 令美丽的脱江湖而建 十贵家十业级京区 那么这座古镇为啥子叫五缝系呢 这个美丽的名字 又来非常有趣 五缝系古镇由于一山而建 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古镇上竟由五条古街道 著称 而这五条街道都带有缝子 它们分别是京凤、清凤、玉凤、碑凤或小凤 而古镇之中又又从脱江中焚流一小货 当地人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六七货 一路弯弯曲曲 禅政而过 五缝系因此而得命 五缝系古镇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古镇隐藏在群山环保之中 站在脱江桥 原调古镇 由于古镇通意采用青砖黑袜 无缝系给人印象 细时宏味 由于种山就是一座镇 而镇就是一座山的非凡之干 古镇对参天大树点缀其中 独特的建筑群一山二建 称称跌跌 高低错落 古街两侧 上铺云记 雕琢流 居高零下 插罐随处可见 在这里泡上衣服擦 观山砍碎 听鸟教残名 鼻目扬声 悠然自在 正乃生鲜业 在成都周边 批选处十大古镇 它们分别是 崇州的 圆通古镇 盖子古镇 怀源古镇 双流的黄龙漆古镇 龙泉的裸袋古镇 大衣的新肠古镇 岸人古镇 金塘的五凤西古镇 渡江岩的冠仙古镇 还有批选的山道岩古镇 这些古镇 全部都是建在成都平原之上 唯有今天我们看到的 五凤西古镇 最特别之处就是 登山才能观古镇 观古镇就必须登山 古镇中最主要 也是风景最漂亮 最有特色的改道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北凤街 北凤街的起点 这处基督教堂 高大雄位 是五凤西古镇 标志性建筑 这处福音堂建于1920年 距今101年的历史了 中国的清朝末年 特别是名贵初年 这类福音教堂 随处可见 但能够保留 至今的并不多见 北凤街两侧 众多的民宿 餐厅 酒吧 作坊 以及当地特色美食 应有尽有 我们来数一下 油堂卧 木炭烤芽 香酥饼 锅饰皮蛋 脱姜炼鱼 铁色萝卜干豆腐肉 老酒饭 铺发手工酱油 等等 整条改道夹杂着 各种香味扑鼻而来 这也是游南古镇的 乐趣之一 五凤西古镇 三边环山 一边临江 有半边山江 半边城之所 历史上 这里称是 成都与重庆重要的 通商水路码头 也是成都平原 破除输到南的 重要水上交通 有道是 荣城 夏江 小通区 书中脱水 大码头 就是对 五凤西码头的赞美 从画面中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般商铺人家 一般悬崖 货流 这里就是 五凤西古镇 最著名的半边街 也是 五凤西古镇 最佳 观看水路码头之处 从半边街 居高临下 观六七货 在这里形成 180度的大会转 半圆形货流 把五凤西古镇 装摆得更加 舞美 妖绕 处处动人 再想前行 你就会看到一座 微物霸气 又装链树木的 观工廟 着落于此 这座四川地区 现成最好的 观神工工廟 建于清康熙链间 该庙 占地面积广 呈现一巨大的 石火源造型 金门处 还有一个大戏台 表演三贵时期 观工的 任 行 中 勇 之英雄好奇 和美的 游览了成都 那么多古镇 我还是第一次 在成都周边 发现古镇里面 建有观地庙 而且我们还看到 这座观地庙 呈现典型的 回派建筑造型 我想这一定是 五凤西古镇 在富广天四川 汇聚了不同的 中约地域文化形式 而造就了 这一奇特的现象 有万花美大气的 观神工 乡下就是 五凤西 自脱江的 水路码头 向上登山而上 可以俯瞰 整个五凤西圈吧 接下来 就请朋友们 跟随我的镜头 去欣赏 美丽的五凤西 孤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